啊不想挣钱 要是不工作也有钱挣多好啊 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挣钱多辛苦啊 做自媒体多辛苦 不想挣钱不工作也有钱挣多好啊 大家好 不工作 坐等有钱挣 有这样的好事 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就跟着我去看一看 有没有这样的好事 我们出发 看板出发 有什么可以不工作可以挣的大钱 可以一夜暴富 有什么可以不工作挣的大 有吗 有我们就准备出发 各位小伙伴们镜头向后转 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边是维俄高耸的剪辑化一房子 当当当当 看这边 哦 对 坐等拆迁发家致富 坐等拆迁发家致富 今天我们可以带着各位小伙伴一起去探访 城中村 把我们家的小汉堡给带上 这边城中村情况比较复杂 像我这样单身一人 过去的话 别人会以为我是贼 没有哪个贼会奔到千一只狗 去偷东西 把我的汉堡给带上 去探访城中村 这边就是 这是城市的新建筑 这边就是城中村的入口 走吧 有坏人你得保护我啊 我牵着一条恶狗房子 哦 别墅啊 好地方 好环境 前面有一个老奶奶 你看 这是高大的建筑 放大 来到了门 他们知道人 来点后来来 来坐在城里面 那我是这个城里人 那是十年以后的灰花 十年以后的灰花 有进度 菜子可以 原来陪不上房子 菜子就做房子太乏了 还不让他给他还 就 我还记得是卖人 我还卖都卖做的 他亲自的 还楼房上去的可以 背面靠的就是一个大型的楼盘 这楼盘的房价不低呀 旁边挨着了 房子都做这么大 这有人住吗 这像龙村的房子吗 可以 等着拆吗 这还有小别墅啊 这里面 房子做的这么大 快坐快坐 哦天 这哪像龙村 房子挨着 哦 有只狗 不好意思 才使的 这房子做的 幺大幽密 不像是给人住的 就是为了把这个房子 做起来 小伙伴看一下 咬他 走了 没用的家伙 跑快快快快 不要跟过来 不要跟过来 不要 不要跟过来 你别跑啊 这房子 做的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进去 这个地方有两条狗 汉堡今天的状态不佳 从另外一个地方进去 因为前面有两条狗 还加上我们家汉堡的 状态不佳 回去吃了狗粮再来烤 这没打算住人吧 他做这么密 根本就没打算住人 这被拆的 大家看下这个房子 还有人 好多呀 这房子做的蛮不错的 像里面是 这居然是一个村子 村子 好像我们找不到路了吧 哦 前面还有路 还有一只 让他 别看我个儿小 跑过去 这房子九成 九九成都空着 很少见到人 看到田野了 慢慢在这次行动当中 有点紧张 看到了太多同类 比他 嗓门还大 应该可以住几千人 很少见到人 大概就一二十 再更正一下 我预计的话 这里面把房子都住满的话 大概可以住个上万人 我想当中的这个城中 中村要大 我们马上就从这个城中村里面走出来了 前方就是一片田野 这个田野现在已经不允许再建设房子 让我前方走 大概一公里吧 就是国道 让我们再回过镜头来看一下 其实农村根本都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 做房子的人 他的目的 他的想法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可能有房产震荡 我看有被人跟踪我了 汉堡内心 绝对是焦虑的 他现在想法就是 赶紧让我走 这里面有这么多 没有素质的恶狗 赶紧走 狗 比他的同类来说 最亲近的还是人类 谢谢汉堡 辛苦了 本来有一条路 让这个城市对接国道的 正是因为这个城中村的存在 建了非常多的建筑 所以呢 迫使这条路改道啊 让他呢 绕行啊 好几里路吧 从这个村子那边绕过去 绕行这个村子以后呢 才能让车辆到国道上面去 城中村啊 拆起来难度是很大 政府也难了 你看这 这拆了玩命的 你拆别人房子 别人不跟你玩命的 我们已经出来了 现在呢 我们来到的是316国道 这个村呢 离316国道 大概就是1000米 给小伙伴们看一下 汉堡 感谢你 刚刚起来的样 我们想 不通过自己的卤力 一夜暴富 天上掉钱下来 有这样的办法吗 有这样的事吗 有 当然有了 买彩票去吧 也有这种方法了 就等着家里的宅基地 家里的老房子拆迁 把家里的宅基地 做大点以后 拆了以后 拆二代 但是呢 我们家里有宅基地嘛 每个人的命运 想法都不同 有的人呢 可能通过拆迁 一夜支付 有的人呢 可能在宅基地上面 做那么大的房子 但是呢 房子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乃至十年都不拆 那你投下去的钱 像这样做个七八草 价格也不便宜啊 想好了再说吧 尽量不要做违法的事 不是 不要做违法的事 我们要做 符合经济规律 符合法规的事 只要不违法 在网上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消息 因为某个房子 被拆了以后 一夜暴富 这样的新闻 这样的事呢 屡见不鲜 他们的这种想法呢 就是把家里的宅基地 做大点 盖高点 等着按面 地方来赔付 越大越高的话 赔付的价格呢 价值就越大 房子 背离的让人住的这个初衷 主要是用来炒的 它不是炒 是等着卖的 等着赔付的 像这种小产权房 在各个地方都屡见不鲜 我们已经走太远了 该回去了吧 其实我也想把老家的宅基地给拆了 可是我们家老家离城中心 太远了 拆不了啊 发不了财啊 只能脚踏实地的 做好自己的自媒体 做好自己的手上的事 靠努力去挣得了一份狗粮吧 挣了一把狗粮 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据我观察呢 还发现一个现象 在这个村子里面 去来的车辆很多 有的车才蛮好的 他们可能不是这个村里面的原居居民 但是他得知 这个村里面很可能会被拆迁 所以呢 用某种 怎么怎么什么种方法嘛 在这儿买了宅基地 做了房子 想把这儿的房子给炒起来再说 这就有点太累了吧 有这种现象 他们在村里面买了好宅基地以后 把房子给做起来 你看村里人他拿了那么大实力 把房子做这么大 外面有钱呢 他把宅基地买下来以后 一下子做这么大房子 把个小产品房卖出去 要么呢 就留着做一种风险投资 这个太不道义了吧 这龙村的房子 这像是住人的吗 还是有发家支付的办法的 有钱吗 瞎折腾 好了 各位小伙伴 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幕志愿者 belaz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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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